北泡泡咸汤圓加上油葱酥 同好暖乎乎的植茅烟 一颗一颗让人停不下来 还有大颗包馅甜汤圓 不管是芝麻花生甜滋滋超好吃 一不小心热量爆表 不敢吃太多这是两颗 我很喜欢 非常喜欢甜汤圓 五颗到十颗 年轻妹妹有本钱 跨下豪雨要吃十颗 像是这种包馅甜汤圓 平均一颗七十大卡 四颗两百八十大卡 相当于一碗白饭热量 传统咸汤圓 五颗也要两百八十卡 若换成红白小汤圓 十颗七十卡 得快走十三分钟 或慢走二十分钟 才能消耗热量 汤圓还有新吃法 不用煮的油锅 用煎的做出酥炸口感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实在厉害 类似煎饺饺做法 将冷冻汤圓加油滚动 加点开水 先焖熟再干煎一口咬下 会爆浆 不管是煮的还是煎的 有汤有淀粉热量一定高 营养师说 咸汤圓可以直接取代正餐 或用清汤取代高汤 甜汤圓汤底换成无糖豆浆 或是姜茶才不会冬至吃汤圓 吃到脸圆圆 记得陈广路彭新台中报导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